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寻熙渐言 故事的主人公叫寻熙 寻熙是春秋时代晋国的大父 是一个很有才干 正直无私的文臣 很受当时国君晋献公的器重 晋献公晚年逼死了自己的长子神生 立爱基立基的儿子为世子 这让国人很不满 晋献公死前放心不下立基和小世子 就把他们托付给了寻熙 寻熙能做到晋献公托付的事情吗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安安静静听故事 寻熙渐言 周朝的时候 晋国的国君是县公 县公有很多儿子 其中一个叫西齐 一个叫卓子 这两个皇子 一个是历姬生的 一个是历姬的妹妹 邵姬生的 大夫寻熙是他们的老师 历姬是晋献公非常宠爱的妃子 有一天 晋献公正在和立基吃晚饭 晋献公对立基说 寡人的儿子虽然多 但是却只喜欢你给寡人生的这个 不如我立你的儿子做世子怎么样 立基哭着说 太子策立 诸侯都已知道 而且他数次领兵 百姓都拥护他 怎么能因我的原因 而废掉嫡子 改立数字 您一定要那样 我就去自杀 立基是表面洋装 称谕太子申生 暗地里却让人诽谤太子申生 想离自己的儿子西齐 立基打算立西齐为太子 于是和中大夫定下计谋 立基对太子申生说 晋献公梦见他的母亲齐江 让他速去取卫祭一番 回来后把祭祭用的座肉献给敬献公 太子申生于是到取卫祭祭母亲齐江 并将坐肉带回来给敬献公吃 恰好当时敬献公外出打猎 立基将坐肉放在宫中 并暗中派人在坐肉中下毒 两天后 敬献公打猎回来 厨师将坐肉奉给敬献公 敬献公要吃坐肉 立基就从旁边阻止敬献公 说坐肉来自远方 应试试它 便把坐肉给狗吃 狗死了 给关中宦官吃 宦官也死了 立基哭着说 太子为何这般残忍呀 连他父亲都想杀害 更何况是其他人呢 敬献公听了大怒 就杀死太子申生的老师 杜元款 有人对太子申生说 放毒的是立基 太子您如果生变 国君是必定能弄清楚 还有人对太子申生说 那您可以逃到其他国家去 太子申生说 带着杀父的恶民逃奔 谁会接纳我 我自杀算了 十二月二十七日 太子申生在新城取卧 上吊自杀 世子死了 就要再立一个世子 虽然大臣们向皇上推荐了很多皇子 但敬献公却说 他们是很优秀 但是做大王还是差了点 我想要任命齐齐做世子 不知各位觉得怎么样啊 大臣们见大王心里早有了人选 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都表示赞同 于是西齐就做了世子 这一年九月 金献公病得很重 他在病榻前召见徐熙 把托估众人交给他 说 我将这样小的孩子托付给你 你准备怎样对待他们呢 徐熙叩头答应说 我愿意竭尽鸿骨之力来辅佐他 用忠贞效忠他 如果事情成了 这就是大王您的英灵保佑 如果不成 我愿意随国君去死 于是 敬献公就拜荀熙为相国 主持晋国国政 后来 敬献公去世了 西齐做了国君 当年十月 李克匹正妇收买了个大力士 给他换上进军卫队的服装 混杂在卫队里 在给献公办丧事的时候 把幼主西齐刺死在灵堂上 荀熙苦心经营一场 落到这等地步 不禁服在县公临旧前 痛哭起来 说着就要碰住而死 这时候 清姓劝说道 幼主虽死 还有卓子 也是可服力为君马 随便宜 徐熙听着有礼 抖擞精神 杀死了数十名首陵卫士 另派可靠的卫队首陵 按照进献公的意思 卓子 卓子就被立为了果君 可是他还是像他哥哥那样被人杀死了 徐熙悉呢 他答应了进献公 要好好地辅佐两位公子 可是两位公子 两位公子却都被杀了 他觉得自己对不起进献公 也自杀了 小朋友们 徐熙悉的故事讲完了 你是否认同徐熙的做法呢 毫无疑问 徐熙是一个诚信君子 为人十分正直 他答应进献公要辅佐西齐 果然用尽全力去辅佐他 西齐被杀 他就要碰住自杀 替人劝解才改立卓子 没想到竹子也被杀了 徐熙最终践行了 他对进献公的沉默 如果不成 我愿意随国君去死 竭尽全力辅佐右主 事情失败的时候 践行信诺 徐熙的行为算得了忠信了吧 然而他一味的愚忠于先军 而辜负了全国军民平息内乱 安定国家的希望 到头来 凡使国家受到损失 自己也落了个生死的可悲下场 忠于君主是可以的 可是因为鱼中死去的君主 危害了国家 这也是应该的吗 小朋友们 做一个诚信的人可以 但是也不要被诚信束缚了手脚 做一些危害人民国家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